自然大惊奇 大变大观察 弹力不哭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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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先生 陶先生 好了 总算有惊无险啊 我们又见面了 陶先生 那一坨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动物的大便啊 大便 大便 陶先生 大便上还有草叶 这真的是大便吗 当然了 大便里面有草 说明这个动物吃的是植物 陶先生 你还研究大便呢 大便啊 陶勒比 你可别小看大便哦 我们可以从大便 观察动物的身体健不健康呢 陶先生 那这是谁的大便呢 想知道是谁的大便 很简单 看我的新发明 小便完毕 宝宝 宝宝 interesting 大便 是大便在 sentence 大便的大便 原来是大象 哦 我知道了 大象的体型大 所以大便也很大 强虎很聪明,说对了 你们好,我是大象 我长得又高又壮 所以每天要吃很多的草 我们不像牛和羊 有四个胃可以帮助消化 所以大便里面就夹很多草的纤维 好,先生 那这只大象的身体健康吗 他最近胃口不错 我对动物的大便很有研究 真的吗,陶先生,快跟我们说 对啊,对啊,我们好想知道 好的,没问题啊 你们看那边 哇哦 长颈鹿和大象一样 每天要吃很多的树叶 但是它的大便形状和大象完全不一样 长颈鹿的大便是一颗颗小小圆圆的 每次大便的数量也不少哦 长颈鹿的便便 那么多啊 没错 奇怪,陶瑞比怎么不见了 啊,陶瑞比,你竟然碰那些大便 那些便便是圆的吗 真的是圆的 大便虽然很脏 但对某些动物是有用的东西哦 真的吗 那当然了 例如 五味熊 五味熊宝宝会吃妈妈的大便 从中获取肠道的细菌 真的吗 真的吗 为什么 你们好 我是五味熊 这是我的宝宝 它跟我一样 都是吃尤加利树的树叶 但是这种树叶很难消化 需要一种肠道里的细菌帮忙消化 这种细菌只有我才有 所以我会让宝宝吃我的大便 让戏剧进驻到肠道 这样它就能消化树叶了 哦,原来是这样 五味熊妈妈的大便真厉害 卡欧先生 你真的是大便专家啊 好厉害 我可是宇宙的奇迹 天才卡欧大便专家 好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